大家好,我是Stan 20年前,在秘阳发生的那件事情 是因为一个叫做康宾的人开始的 如果不是他,就不会发生那种不像话的事件的元凶康宾 今天整理了一下他的近况 在那之前,先给大家简单整理一下 他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 在20年前的有一天 受害者的妹妹错打了电话给康宾 在那之后,康宾持续打电话给他们 与他们在网上聊天等持续保持联络 同时他也与朋友们计划将他们引诱到秘阳 这起事件就这样开始了 根据公开的判决书上的内容显示 在姐妹来到秘阳的第一天 是康宾叫来的他和几个朋友们对他做了坏事 在那之后,康宾通过电话威胁他们 如果你不马上来秘阳 我就会告诉你的父母 你和我朋友们做的那些事情 在受害者来到秘阳后 他对他大声喊道 你要被打后再拖还是现在自己拖 然后与三位朋友对他做了坏事 在他结束后 他打电话给其他朋友们 让他们也来做坏事 而在这过程中 康宾用腰带打了拒绝再次脱衣服的他们 还让他们挑脱衣物 并强迫脱掉他们的衣服后 让其他朋友们做坏事了 前几天 在YouTube公开了康宾的个人资料 加地址和公司后 康宾就职的釜山某钢铁公司 7月2号发表声明 公司对于最近引发争议的事件非常重视 因此决定解雇该员工 对,他被开除了 86年生 今年38岁的他 在那个事件之后 将名字从康宾改称Kahara 结婚后在稳定的公司工作 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之后的人生 可能就不会那么幸福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疫情结束后 偶然接受新闻台采访的康宾的母亲 康宾的母亲目前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现在可能会有人觉得康宾是个畜生 但为什么要公开提到她的母亲 这理由是因为2004年密洋事件调查正在进行的时候 在警察局对受害者大闹 并称是受害者先勾引了男孩子们的人 就是康宾的母亲 眼看他的儿子面临被送进少年饭管教所时 他部分周夜的寻找受害者 甚至还去了受害者新转学的学校 并要求受害者摘写请愿书的人 也是康宾的母亲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网友们的反应 康宾的妻子知道她丈夫是个多丑陋和卑鄙的人后 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最痛苦的惩罚就是公开振奋 好像比武器徒刑更有效 这些恶性犯罪们失去了工作 现在无业 警察应该密切关注他们 因为他们可能会再次犯罪 康宾的母亲还不如当时就受到惩罚 现在养了20年后再受到更大的痛苦 真是无语 国家应该做的事却有YouTuber们在做 这国家真是让人失望 每隔五年十年就公布一下他们的境况吧 要让他们一辈子都难以生活 受尽折磨 对于整个事件的开始抗病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